洞庭湖的魚都曬成了魚乾 湖面不見一點水 稻米農田也是乾巴巴 得從三公里外的水庫接管飲水灌溉 但中國大陸江西的乾旱 已經連續超過一個月 根據陸媒報導 江西全省洪通通重度乾旱 有九成六都是特重乾旱 森林活摘風險達到四到五級 而且未來一周 同在長江中油斷隔壁的湖南省 中小河流斷流可能也會增加 我們省裡面在邊緣三區 還有1.77萬人需要靠送水 來解決飲水的問題 供水比較集中量又比較大的區區 按照現有的這樣一種供水模式 是很難保障看九旱的要求的 長江中油旱向持續 上游則有望解渴 重慶從高溫37度降到21度一夜入休 而且下起首場暴雨 四川則是多地強降雨 有土石的風險 得撤離超過4.4萬人避難 四川盆地將出現大範圍50毫米以上 累計降雨區 長江上游的旱情有望徹底解除 長江流域上游降雨 中游江西湖南一帶恐怕出現 下秋連汗 新聞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